全台第一支曲面螢幕手機登台 擁有一個側面螢幕 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當我現在是在拍照的時候 我又想要打電話 那我不用按回縫鍵 我就可以直接打電話 再推也可以直接換到網頁的部分 來點網頁 細長的彎曲手機螢幕 有如電腦我的最愛功能 不管是常用的App或是新聞訊息 都可以自己編輯 就算正在拍照擺好pose 電話打來也不會中斷 顯示在主螢幕 可以等拍好照片 再按側邊螢幕按鍵接聽 但這支手機造價不便宜 堪稱目前旗艦機最貴 還選在Lady Gaga住過的 頂級飯店套房發表 必有用意 我們現在這個豪宅裡面 代表是我們主導的是一個 一個頂端的一個消費族群 類多面手機超夯 更是科技大廠比拼實力的重點 在今年CES展 LG就出現了類三面手機 兩邊側邊螢幕都可以秀出快捷鍵 6吋螢幕 三星的曲面手機一邊凹彎 另兩面5.6吋螢幕 富有觸控比商務功能性較強 只不過也令人好奇手機有這麼多面 到底實不實用啊 好處的部分其實就是在它側螢幕的應用上 我覺得做的還算蠻到位的 壞處部分其實真的是有點價格偏高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不容易去下手 手機螢幕硬是和別人不一樣 噱頭十足 但也因為螢幕彎曲 價格比一般手機還要貴 只是為了節省找按鍵時間多刮萬把塊 到底消費者買不買單 還有帶實際銷量證明 記者是小沛王宗翰台北報導